哇 脱模成功 好软 好好捏啊 这些也赶快来脱模 小玲玩具 以前咱们都是捏捏捏 今天我们来做捏捏 一盒粉嫩甜点 一盒烘焙面包 看今天小玲能不能做出 热滋滋的捏捏 一盒里有六个随身包 还有捏捏挂链 做捏捏的A胶 B胶 凉杯 调色杯 搅拌棒 三种色素 无具 还有成品盘和手掌夹 还有各种装饰和一次性手套 制作捏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佩戴一次性手套 先就把A胶和B胶一次性 倒入凉杯里 再用搅拌棒持续搅拌三分钟 直到它变均匀 再按照需求进行调色 搅拌先到蓝色的部分 再到粉色的部分 最后再调一个肉色 再把剩下的部分填满 贴合的粉嫩甜点捏捏呢 就已经做好了 等它成型要等两个小时 我们赶紧来做一下这个烘焙捏捏 这里呢 小林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妙招 就说刚刚的A胶呢 它如果放的更多会更迷感 A胶放的更多的话呢 会更垂感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节哦 这一组呢只是配色不一样 其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赶快做起来 搅拌 先倒进去 先倒在这个大杯子里面放 鲜到鲜色的 有点那种焦糖的感觉 然后有的呢 还可以用一个这个有一点点生的 最后呢 因为面包呢 还是要用到这个颜色 这个饼干可以用这个颜色 做好了 这个呢也要等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过去了 现在来脱模哦 先从这个草莓开始 哇 脱模成功 好软 好好捏啊 这些也赶快来脱模 最后一个是我最期待的猫爪 超可爱的 超好捏的 烘焙套装也完成了 不过它这个巧克力酱呢 现在是被稀释了很多 我们可以在表面再给它涂一点 还可以在上面呢 撒上这种糖霜 绝对不可以食用哦 它可以把捏捏装袋随身带出去玩 装袋前呢 可以给它撒上这些粉末 现在更好捏了耶 装袋吧 它可以放几颗小毛球 绷起来 现在就可以随便捏了 再穿个链子 让随身捏捏了就完成了 OK 那么今天做的这个 诺滋滋捏捏捏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哎 夏天你觉得我哪个做最好 我们三人一起来选一下啊 好 3 2 1 猫爪 哦 果然大家都喜欢猫爪 因为这个真的很厚很讨厌